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看完狠狠狠暴力的怒火攻心第一步 是不是觉得还不过瘾呢? 好像自己也需要这部电影来刺激自己的身上腺素呢?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狠狠狠暴力延续下去 去看看怒火攻心2高压电吧 一切仿佛从千米高空摔在车上 还调皮地弹了一下才落地 大家都以为他死定了 没想到,随后一群人把切佛抬到了一个黑诊所 然后挖走了切佛的心脏 还给他装上了一个电子心脏 不知过了多久 切佛醒来发现有几个人在围观自己 一个女人大惊小怪地说 自己虾米很大 两个男的在研究怎么切自己的钉钉 面对满怀恶意的三个人 切佛二话不说,起来就开干 秒杀了几个人后逃出了这里 最后,切佛给牛打电话,却没有人回应 最后,他和前来追杀自己的人却展开了激战 最后抓了一个火口,用简单粗暴的方式 逼问出搞自己的仇假 根据火口的线索,切佛前往一个俱乐部 到了俱乐部之后,切佛又是噼里啪啦的一顿打 把俱乐部搞得是四分五裂 但主要嫌疑仇假还是跑掉了 切佛继续追赶 走到了一家酒吧 意外发现,自己的女友在一群男人身边 跳钢管脱衣舞 经历过街上啪啪的切佛 当然不会在意这种小场面 倒是女友看到切佛,非常的惊讶 因为女友以为切佛早就挂掉了 所以自己还很开心的找了夏佳 不过既然切佛没死 那么夏佳就当没有过吧 很快,切佛得知 丑家在赛马场 于是也向赛马场赶去 不过到了赛马场 垫子心脏快没电了 医生告诉切佛 你要想尽办法去摩擦 切佛明白了之后 马上找到各种人摩擦 男人老人都不放过 就在观众们几皮疙瘩掉一地的时候 切佛的女友终于回来了 于是我们又见到了期待的一幕 女友骑上切佛身上帮助切佛摩擦 虽然摩擦很快了 但是切佛还是知道 自己来马场是找仇家的 于是在店里得到补充之后 就马上接着追杀仇家了 切佛以为仇家拿着自己的心脏 但是当制服了仇家之后 才发现并不是 当切佛得到确切的消息之后 本来想继续找自己的心脏 垫子心脏却突然罢工了 于是切佛就被身后的人干晕了 醒来之后 切佛发现自己被一群人围观 自己面前还有一个会动的人头 这是第一步中的小光头 原来抓自己的人 是小光头的有一个大哥 他是为了给小光头报仇的 切佛以为自己没有了心脏 能活着是奇迹 没想到小光头 只有一个头竟然还能说话 随后 自己的伙计带着一群迷妹来救切佛 而切佛也爬上高压店 给自己充足了店 由于电力过猛 切佛自己都燃烧起来了 燃烧的切佛实力大增 三下两下就干掉了所有的对手 不过切佛自己也被烧得不成人样了 有了第一步的经验 很多朋友都不相信 切佛会挂掉 毕竟一个人头都能活 很快在片尾 导演就给出了答案 切佛又被救活了 相信这也预示着将来还有第三步 根据这两步的情节来推的第三步 也一定很黄很暴力 一起来期待吧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